這門課是西上必修的課程叫做微積分 那微積分的話基本上是上下學期的一個必修課程 在西上上學期的課是微積分 以下學期的課是微積分二 那各是三個學分 那微積分這一門課是 不管是工程領域、商學領域、理學院、醫學院重要的一個必修課程 那他主要目的是希望培養學生在數理能力上面的一些邏輯觀念 那甚至就是說能夠將這樣的微積分應用到他的工作上去找出他的相關的一個月 那包括就是說像在商學禮盒 很重要的是要怎麼樣去找出一個成本範疇最低 或者是利潤最大的這樣的一個投資案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成本利潤的考量之下 那你要去找出最實的投資點的時候 那就要用到微積分和微積的技巧 那怎麼樣透過微積的方法來幫助在商學院裡頭 這是個重點 那對於就是說我們環工領域來講的話 微積分的重點就跟商學院或者是跟工學院其他的領域 比如說電子系他們的重點不太一樣 在電子的領域裡頭 或是通訊領域裡頭 因為他們在處理的是國系的問題 或者是訊號的問題 那訊號的話主要是用那一個三角藍素這樣的一個概念 或者說像那一個機械系裡頭 那個 負利液轉換 或者說老化石這樣子的一個轉換 是相當常見的 那這個東西在系統可能應用的就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是反而比較放在就是跟應用力學 或者是跟工程數學 甚至就是說怎麼樣去 當你在設計一個沸水碗 或是說護水碗的一個排除的時候 一個流量的一個推幅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樣子的一個微跡分 所以我們的重點 就有點點不太一樣 那甚至就都在我們的領域裡頭 有些老師他可能專長是一樣 推上去做的固然防治 那這樣的固然防治 你要去培養這些菌 你要去預護這些菌的一個 成長的一個速率跟成長的速度 那它的屬性大概會到達不少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會用到微跡分的技巧 那這一門課 我們相關的一個課程大概就是會放在 主要是在前幾週的話 我們會講的是基本知識的一些複習 然後的話 我們在複習完的基本知識以後 我們會講到什麼極限 因為極限是微跡分裡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不管是微分或是積分 那基本上就用到很多連續 還有那一個極限的一個一個想法 那極限的概念 如果你會了的話 那對於學習微分或是說學習積分 就有相當大的幫助 那微分的話基本上是 你把球變化率加上極限這樣的概念 去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呢 在第四到第六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針對極限這部分來做講解 那第七之後第八之後 也就是在新考之前 我們開始會帶入一些簡單的微分的一些關鍵 包括說最早的微分的技巧 它是怎麼樣去推導出來的 我想大家在那一個 考量高值學過的基本的一些微分的公式 比如像劉寶貝斯或者X-58 它的微分一點都會是 那你很直覺的這樣子去做 但是這個都是怎麼推導出來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大學的部分要交代的 要交代的 也就是說 過去你學的是重視結果 那在這樣的課程裡頭 我們要告訴你 也是這整個 哪有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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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如果我們在那個一個周的話 我們待會會講到所有銀行數的概念 那銀行數跟我們現在 大家所 saw知這一個 這個銀行數字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是需要再做說明的 好 謝謝